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一种可以说是视觉上还有心理上的一种感受 那么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 所谓比较独特的一种口号 那么通过这次我们许愿是12个城市 我们希望能找到不同的12种这样的城市的力量 在音乐教育上你是怎么会觉得说少年起就要来好做很多人 我觉得学习音乐就像学习语言一样 那么越早越好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在学习中文和学习音乐的同一时间 所以我的时候甚至我小的时候感觉在高音上表达 可能比我语言上表达还更轻松一点 大家好我是华春雨 我的朋友都喜欢叫我花花 欢迎花花 你们俩别这么互相眨眼好吗 我在旁边有种觉得我要下去的感觉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当时应该是我们的朗朗先来邀请了我们花花 是不是 嗯 一开始是好像是先通过工作人员吧 对吧 然后有就是有个经纪人有跟我说 说 说朗朗有要办一个演奏会 然后我说我想想 呃 请我过来就是合作一下 嗯 然后当时听谁朗朗朗朗了 然后对我就是很激动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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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是在 应该是 应该是 呃 春晚的时候 春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 所以到时候两位会怎么样合作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透露一点点 说一下 到时候会是一个惊喜 啊 可以把那个花花可以 然后说一下我们一个歌的名字吧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穿插一些 好 对 呃 是 但是我们定的是要合作 呃 呃 是我专辑的一首歌 然后但是我们会把它做一些改编 然后 改成一个我跟朗朗之间合作的 就是更适合一个 那个钢琴的感觉的那种 就是会比原版那个歌 会要更加的出彩一些 对 哈哈哈 对 感觉他们两兄弟好像密谋了很多 很好看的东西 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购票去看好不好 对 我们偷偷在私下就 就经常在发信息 然后就在讨论音乐 对 腾讯呢 在八年前开始做全国区域的布局 从重庆开始 新兴之火可以来源到今天 我们在全国的十二个城市 做了十二个城市生活模糊 我们呢通过在十二个城市区域的布局呢 我们也希望呢把腾讯公司 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贴近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也希望像主持人所说的 把城市的力量 城市的光芒去发挥 因为这样一个想法呢 我们跟这个朗朗团队 还有华雅连动公司 我们共同发起了这个音乐牧场的训练 我们也希望呢借助朗朗 其实这样的国际钢琴巨星的努力 和他的这种名字的招换 我们共同去做很多的事业 而且呢我们头绪公益呢 这次也参与其中 希望呢明白这个公益呢 不仅仅是我们去说的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我们同时也希望把公益落到实处 落到微小之处 然后从随手公益 人员公益开始 所以呢再次感谢今天这个有爱的日子 为大家感恩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如果是说有当时春晚邀请您 你会上雨 就是不会答应吗 那在邀请的话那肯定肯定愿意 当然是目的还没有 那何换呢 你有接到春晚的邀请吗 我目前也还没有 如果邀请的话你会 邀请的话就 就会 因为去年上了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么想问一下老老 为什么春晚会邀请和春雨 这位粉串的女嘉宾呢 首先来讲 我非常非常喜欢她的这个 歌喉 她的才能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成了 从去年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的 邀请花花就是 我们能首次合作 因为一直也在谈 就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合作 然后这次正好在万事达卡中心 前一日子你也在 刚刚养了两场歌 所以也正好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既然想花春雨的歌 怎么还能上去啊 因为我唱歌时代太厉害了 你还是听花花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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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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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 那不知道这次是比较可压的 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啊 不会因为 《战艺上舞台》 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在很放轻松的去 去玩去交流音乐 其实它就是一个 音乐本身就是个很享受的事情 其实压力的话 应该 还好 对 那么我又想问一下 最近都传闻说你要参加五十个首三 当然你也曾经否认过 但是最新又出来说 就是电视名单有泄露 有那个NK是打扫的 人家都说那是你的匿名花花 你认为你确定会参加五十个首三吗 没有没有 目前还是没有人找我 没有人跟我说 对 请问一下两人合作风 说还是说一个他刚才觉得是唱吗 还是说两个人都有互相就是互换逐温 其实我们一直在沟通这个事情环节 我们其实想把它做得很好 然后肯定会有惊喜 然后不管是选歌也好 还是改编也好 对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 这两个礼拜确实是挺庆慧的 然后拿到了德国的班比奖 和西班牙的Andas 那么我希望能在音乐教育上多付点空间吧 所以这次训演实际也是跟往年的训演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这次是要捐音乐教室 所以我们希望到这个训演结束以后 我们能将近上百个这样的音乐教室 在全国范围内 所以这也是我以后未来在音乐会里面 或者说在基金会都会主催的一个项目 我们也知道最近参加了某网站的一个节目叫拍歌那个 所以现在让他们说 你竟然去扣得给你对手的讲话 你平常都很呆萌吗 为啥这回一反正的小孩不黑呢 我平时在你年里很呆萌吗 对啊 大家都觉得你很呆萌萌 我一直都挺腹黑的 我的歌迷都知道的 对啊 我私下的时候就是一个挺腹黑的人 然后我平时也会整股我的快男小伙伴 对啊 老老之后都腹黑了 没发现 今天发现 那两位在这次演出当中 会不会有没有一个相互交换的感觉 比如他弹你 唱或是不 这个我唱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谈这一点 因为我从小的弹琴 我想用钢琴代表我的声音 所以就是从小练的时候都是练这个方面的 我小时候我记得就开始的时候练琴的时候 一到特别好听的时候 我经常跟着唱 然后那时候我老师就说 哎 不行 你要把这种感觉完全放在手上 不是放在手上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牢记住这种方式 那花花有没有想跟你表情的歌 我就算了吧 我的那个弹琴的技术就是 如果放了跟朗哥表情的话 那就还是算了 我还是好好唱歌 花花有听过朗哥的小歌吗 我还没有 他是一般不太轻易会唱歌 想听他唱的吗 我们等哪天去朗哥家吃饺子的时候听一下 我还没有出现 所以是真的 我还没有出现 那么多靠岛 的地方